因为这个民党内阁改组的声浪不断 所以这个内政部长徐国勇 他其实过去至少五次传出要请辞 那这一次民党败选之后 他也立刻说要辞 所以他办公室其实听说 早就已经清得差不多了 个人物品都差不多收好了 只是还没搬走而已 可这两天发现他的办公室完全是晴空 而且也传出说 他是不是要接任的是民进党秘书长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看到行政院的说明是 罗秉承发人说没有办法证实徐国勇办公室是否清空 因为行政院目前尚未收到任何一个阁员提出辞呈 那至于说这个是不是要转任民进党秘书长 徐国勇说呢目前这个大家想太多了 没有接到任何的征询 那所以汉庭这个怎么看 只能说内阁人士如果有人决定自己要先收收东西 然后以备不时之需也只能是很正常的 正常吗 很正常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这些败选的县市首长总是要有出路 总是要有个位置 那么觉得自己干到这个位置已经差不多的 或者已经开始谈妥好 可以到党内去谋职的 那假设徐国勇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或他大概知道自己这个位置呢 本来也就是一个仇庸性质的 那么接下来就要仇庸给另外一批人 所以自己先行打包收拾也是理所当然了 那因为当然目前双方或当事人都否认 那这都否认的话那你收收东西 就是啊而且听说都清空了耶好不好 那收东西干嘛呢 总不会是因为你坏事做进东窗事发嘛 这也不知道东唐勇过去干了什么事情 我们也不知道 那不过我对前面的这些东西还是有些意见 因为比如说蔡英文的那些胡说八道 对吧 他还是告诉大家 我们独大了 但是我们这个有成绩啊 所以因为不想要独大 所以人民才不支持他 这当然不是嘛 因为如果你真的有成绩的话 人民基本上是不在意你独大的 你看当多少人支持跟怀念蒋经国 他虽然独大但有政绩 然后照顾老百姓啊 英国跟德国的首相然后独大 那在位超过十年以上的也比比皆是 最主要是因为民进党你不仅独大 而且呢没政绩 然后烂又缺少制衡嘛 像中国大陆在防疫的问题上 只要是哪一边 这个防疫出错 防疫出包 然后甚至造成疫情的蔓延 或那怎么样动辄就是十几个官员就下台了 中国大陆防疫失能的话 十几个官员下台 在每一个省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偏偏的就民进党至今死不下台 就从来没有任何的官员 几乎尤其从2020年以后 就没有哪一个官员因为什么事情不利或出错 然后下台的 就是泰鲁格那个林嘉隆不算了 最后欢欢喜喜然后跑去选举 从来没有任何的负责 所以任何的检讨或什么 其实在民进党说要自我检讨 那点了半天呢 像刚才凤星姐说的 绕来绕去也不肯面对真正的现实 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检讨没信任 所以网友会有很多的哭手 因为你在过去这两年 你就从来没检讨过嘛 怎么会觉得你在败选之后 你会有信心检讨呢 你在过去面对人民的质疑跟反扑的时候 还觉得自己是非常有实力啦 公投又能够胜利啦 当时也从来没有检讨 那更何况先前又放出一些 很奇奇怪怪的消息 因为呢我是还可以讲一个梗 所以一定要讲一下 你看这竟然有媒体放消息 为了保护英系 就说这个英系与蔡英文关系不大 对吧 这真是奇葩啦 英系与蔡英文没关联 那难道是跟马英九有关联吗 还是是跟刘若英有关联呢 还是我想一想 你这英系的英 可能是李连英的英啊 全党都是太监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符合的啦 那当然不管怎么 就算都没关联的话 更加显示了 那蔡英文也是昏庸无能 连自己英系到处胡搞瞎搞都不知道 那实情上呢 就是他当然是知道的 那所以选前发生了 选前呢如果我们就看 蔡英文他问说 为什么年轻人不出来投票 一部分当然是因为浅绿的都跑光 他不愿意出来投 再来是他可能也不知道年轻人 现在到底主要关注哪一些 最主要的风向是很多的YT的网红 大部分的 那有大流量的 几乎都是在抨击蔡英文的 包含先前的这个Bunk啦 或者馆长啦 现在有很多什么勾二啦乌鸦啦 就很多流量都非常高的 甚至呢是有一些只谈轻实证的 基本上也都是在抱怨执政党 所以这些呢可能网红 可能是民主党还没来得及收买 或者呢就人家也不愿意给你收买 为什么 因为你真的是做太烂了 好哎呼应汉廷讲的这没错 我刚好网友出justice donate进来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到PT上面网友呢 说民党的检讨报告呢 有12恨这在哭手嘛 那他补了两恨 13恨周遇寇突然龟缩半途袭火 14恨呢 馆长翻脸无情 每日开骂 好这是网友的意见 好那说到了这个内阁改组啊 那现在当然是点点名啦 比如说隔魁的这个部分呢 陈建仁呼声挺高的啊 英系幕僚有人说 支持陈建仁出任隔魁 连王世间间歌都说陈建仁适合啊 那赖清德可以掌党主席啊 并且备战2024 那么另外呢这个许志杰委员说 郑文燦啊 郑文燦是不错的隔魁人选 可是刚刚不是这个陈金麦说 要这种郑文燦要当这个党魁吗 那这个许志杰说 如果是郑文燦来当隔魁 象征终生代世代传承 那郑文燦自己怎么说呢 他当然是说的空话啦 他说有很多面题 有很多议题课题要面对 隔魁具有的人选 未来应该会有最好的安排 那刚刚其实 奉行有提到了这一份 明报的调查报告 那其中有个部分呢 就是关于声望的部分 其实我也发现说 蔡英文还有孙昌 声望还是不低耶 而且呢他的不满意度 反而有稍稍的缩小 但是还是有百分之将近五成的民众认为 苏内阁应该要为选举结果负责 47.8%的人 认为苏内阁要为选举结果负责 而在这个执政团队表现当中 是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最雇人愿 他的不满意度高达了 是11.2% 是在所有的内阁成员里面最高的 那陈吉仲据说呢 他现在也是确定要请辞他要回到学校教书 所以目前我们来看到这个行政院长呢 目前郑文燦 陈建仁 林佳龙都有呼声 那传出这个金融市长林又昌杰交通部长 那农委会主委这个过去传很久啦 是潘孟安 那看到这个呢 很多网友惊呼 果然应验了大家说的民进党败选之后 反而官位步步高升 所以两个这个是败选者联盟吗 或者说败选者升官 这一项也都是民进党的路数不是吗 你现在要再找那种什么社运出身啊 学界出身啊 找不到 不是找不到 你不会没有办法立刻统整出一个战斗内阁嘛 就这些人都当过县市长 所以他比较容易就位啦 那个美利桃今天刚刚做一个民调 那个蔡英文的满意度啊 怎么样 不满意的49.1啊 然后满意的46.6 是交叉 死亡交叉 那苏贞昌更严重 苏贞昌不满意的是51.5 哎呦过半了 然后满意的只剩下39.5 他差比较多 然后那个老百姓最希望换掉的部长啊 我们永伯永居第一 虚活用 对 虚活用 陈其中第二 华美花第三 然后NCC的陈耀祥勇夺第四 那第五是薛瑞源 这个其实跟 我发现这个 我发现这个民调跟 中天向来在批评的完全不成比例 不过这个表示老百姓的感受 风向是这样啊 是很准确的 是很准确的 所以 不过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乐观 我认为数位中介服务法还是会推 对 我也觉得 还是会推 对 那他会在 他会假借一个民意 他可能不叫这个名字 比如说美国这个医院 那个新的众议院就上来了 那众议院又会再推这个台湾政策法 那他就会在那个风 风潮之下来推数位中介服务法 所以对网路言论的干涉啊 我认为不会减少 不会 我觉得只会更紧是吧 实际上还有另外一块也值得注意啦 就是 我们的反渗透法还没有正规运用在中央选举过 还没 对不对 对还没 对不对 那你知道嘛 那个总统跟立委选举啊 多少都会涉及台商的募款嘛 那这个法如果被开始执行之后 我认为会造成一定的寒蝉效益 所以我觉得明年啊 明年这个整个草野这个斗争的氛围啊 我认为还是在两岸 这个跑不掉的 就是在美国的台湾政策法的推动之下 然后在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要来访问台湾这个氛围 甚至于川普也想来访问台湾 对 所以那个对抗的氛围还是跑不掉 所以我认为还是 他现在是整队啦 那整队就是希望能够找到更多能源善道啊 能够为政府辩护的人嘛 因为找那些 那个生运出身啊 教授出身 你为什么不上电视去辩护 实际上我们批评最多的就是 你都找1450在写黑函嘛 政道应该是部长亲自去辩护嘛 你在立法院被询嘛 你上电视去辩护你的主张嘛 到群众现场去辩护你的主张嘛 这样才是民主政治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这个组阁应该会有这种逻辑啦 就说我就把我比较可以战斗的团队 统统都找回来 那虽然他们选举不太顺啦 可是毕竟他们比较懂得如何战斗 大概是这样 大新闻大爆挂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开启小铃铛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大新闻大爆挂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